我們這一些媽媽歲 有嘴說沒辦法 但是孩子還是不聽我們的話 維恩老師請教教我們 如果讓個星座的小孩 聽我們的話 好 其實小孩呢 在比較幼小的時候 他反而星座特質是比較明顯的 所以我們可以針對他星座 來做一番的教導 如果你的孩子呢 是太陽上身牡羊的呢 你一定要用激將法 比如說他不念書 就是哎呀 我打賭你一定做不到 但是激將法要適時的 因為如果真的太難度太高 做不到他真的就不做了 就是說他平常是60分程度 你就提高到75分 然後女婿稍微小小刺激他一下 或者是說我相信呢 你應該呢是媽媽心中很好 你應該可以做比現在更好 讓他有一種向上的心就做 滿足他的好勝心 小孩如果是太陽上身 金牛呢一定要正面的鼓勵 因為呢金牛的孩子呢 就是怕 什麼都很怕 沒有勇氣 非常的膽怯 所以呢如果有一些好的目標 或者是學習課程 你一定要用非常正面的態度 告訴他做錯也沒有關係 因為他怕的就是做錯 你就要告訴他誠實做錯 沒有關係最後一名也可以 這次又比上次進步一點點喔 這個是對金牛是有幫助的 你不笨多多練習就會了 對對對 太陽上身雙子的孩子呢 一定要賞罰分明 其實雙子的小害就是鬼靈精 簡單來講就是天使跟小惡魔的組合 所以你一定賞罰要非常分明 就是很明確就是說 八點以後不能看見就是不行 沒有通融 你只要有五分鐘的通融 他就會從那五分鐘的縫鑽進去 給你搞出一大堆的事情 延長到十分鐘到半個小時 對一定就是該打就打 該罵就罵 不用擔心他會受傷 打完之後他繼續很開心的過癮 我們不會收到他的自尊心 不會他沒有自尊心可以 所以當然不能太over 就是賞罰分明 八點以後不能看見是得到第一名可以什麼 然後九點以後可以幹嘛 吃完點心可以如何 這樣就對了 但要很明確喔 重點是要分明喔 不然他可是會鑽的喔 太陽上身巨蟹的小孩 就要動之以輕 媽媽有多愛你 媽媽以前什麼手洗到都是奇簡啊 這一套都要告訴他 就是有的小孩不鬼夢 媽媽當初為了你如何又如何 然後我們家為了你如何又如何 就是對他講的一副就是 你就是媽媽心頭一塊肉就對了 所以他有時做一些壞事 他會想到媽媽 太陽上身獅子的呢 就是要彰顯他的榮譽 常常跟 當然他本身自信滿滿 但是你也要有榮譽心 說你真的很好 我相信你的判斷是對的 當然可以幕後小操控 或者是判斷一下 但是常常告訴他說 媽媽相信你會做得很好 那你的榮譽心很強 然後用這種榮譽的方式來去彰顯他 太陽上身處女的孩子呢 一定要說道理給他聽 如果你只是一味的反對 他一定跟你拼到底 所以你要把道理講得很清楚 把決定權交給他 但是處女座想一想你講的道理 他是半夜會想的 所以好好跟他講道理 處女座就會覺得說 你跟我講道理 我也跟你講道理 但他想一想 如果事情真的很嚴重 他還是不會去做的 但你未反對而反對 他就跟你槓上了 那像比如說 主林哥是天秤座 這種太陽上身天秤的小孩呢 要非常嚴格的規定 因為他就是屬於比較皮的那一種 如果這個規定有一點不嚴格 或者是說媽媽打他 但是爸爸偷偷的叫他就是不要罰鬼 這樣是不行的 一定要非常的嚴格 因為他就是怕凶 怕打 怕罵 怕敬主 對 然後怕沒有零用錢 就是怕 所以你就是嚴格的管他就對 不然的話他很容易被一些朋友 或是四周的團體 給吸走他的注意力 那太陽上身天蠍呢 成熟的溝通 就是把他當大人 不管他幾歲 就是一副我跟你是一樣的 來 媽媽先跟你溝通 你這個錢喔 到底是什麼什麼什麼 讓他覺得自己超成熟 當他自己覺得自己成熟之後 他反而會為自己的事情負起責任來 好 那太陽上身射手呢 就是玩樂的朋友 也就是跟他演朋友 然後呢假裝對他的朋友都非常有興趣 也假裝跟他都玩的在一起 假裝也跟他臉書一下 讓他覺得說他跟你是沒有溝通 沒有障礙 媽媽並沒有那麼笨 並沒有什麼網路語言都聽不懂 就是跟他演朋友 演哥們就對了 那太陽上身摩羯的呢 規矩要非常的分明 這個規矩分明是 其實摩羯座的內心呢 他是比其他星座更會問為什麼 為什麼 那為什麼哥哥這樣 為什麼我不能這樣 所以你的規矩要非常清楚跟分明 而且明確 然後對家裡所有兄弟姐妹 都要非常的平等 不然的話你可能覺得他都沒有說話 好像悶悶的都聽 他心裡是會有不滿的 所以你的規矩還有各方面的承諾 都要做到特別好 那他就會非常的對你也是有回饋的 那至於水平的小孩呢 就要嚴格的懲罰 簡單來講呢 當然現在是不鼓勵打啦 但是就是要非常嚴厲的 去讓他知道說 這件事是錯的 別的小孩打五下 他大概要打五十下就對了 真的啊 然後你呢不可以讓他就是說 寫悔過書寫一寫 然後就算了 也不可以呢 看他一副很可憐的樣子 你就原諒他了 所以你對他一定要非常的嚴格 嚴格到就是 痛到他就會覺得說 哎呦下次不敢 不然的話如果半痛不痛 他下次還是會再犯的 是喔 那至於雙魚的孩子呢 用同情跟同理心 就是喔媽媽知道你在學校受了委屈 但是這個事情是怎麼樣 阿媽媽以前也像你一樣年輕過 母女抱成一團的這一種 就最適合他了 然後呢好好的跟他聊 然後把他當成永遠的小孩 然後用少女的心去體諒這位少女的心 然後慢慢的跟他聊啊 溝通啊 那偶爾再掉幾滴眼淚呢 再加上一點催淚的感覺 那其實雙魚座大部分呢 就會很順從你的意思 阿要演到這樣喔 對喔 要演到這樣 也很累耶 沒有啦 沒辦法啦 要發自真心的 不行 不行嘛 好險我的天秤小孩是嚴格的 規定他 我會嚴格的 你小心他有一天會問 媽 我是你親生的嗎 怎麼這麼傻問這樣的問題呢 你看我的身材也知道生了兩個